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款相机的使用感 以及告诉一下大家我平常是如何剪辑视频的 我用的这款相机就是我之前在用的相机 叫Canon Powershot N2 首先想说一下我不是任何科技专家 也不是任何就是数码人才 所以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 希望大家ignore就是忽视掉我说的不对的地方 我只是想单纯的分享一下 我对这款相机的使用感 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这个相机是二手买的 我就是找到这个相机的方式 就是在微博上搜索Canon Powershot N2 就会有人就是二手或者是转卖什么的 就会有人就是去卖他们的相机 所以我当时这是一个二手 但是就是非常新的一个相机 大家应该挺关注的就是价钱问题 我看美国的价钱应该是299美金 但是我当时买的人民币是1700块钱 买一个就是一个小相机 还是稍微有点贵的二手 我拿到相机发现的第一点就是 它非常非常的小 就是你看我的手 就是手掌 就是完全就是手掌的这么大小 所以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小 想要的它的一点就是因为它有一个 它的屏幕可以这样翻上来 我用这个相机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录视频 所以就是我想平常走在路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自己 侧面呢这个是开关 这个是就是你想看自己录过的视频 或者是录下来的就是照下来的照片什么的 然后外观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边呢 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 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连拍 然后这个是就是你想把照片什么的转到手机上的话 你点一下这个就可以去连接 这个是充电口 底下这个是放三脚架的地方 然后这是一个电池 然后上面呢是 这上面呢是两个就是话筒 就是你要录视频的时候不要堵住这两个 这两个是话筒 所以大概样子就是 点击一下开机 很快的就会开机 然后屏幕翻上来之后呢 它的屏幕就是这个样子 你要按一下红色这一点 它就开始录视频了 所以这个录视频非常非常的方便 就是因为它点一下这个就可以开始录了 照照片的方式呢 就是你看看就是这个环 你点一下这个 就是点一下这个环就可以照片 就可以把这个照片照下来 它有一个触屏照片的功能 就是你点击一下它的屏幕 就可以把 就是你得去调它 点击一下屏幕 就可以把照片照下来 我想先快速总结一下 就是我喜欢这个相机的地方 就是我为什么要买它 以及就是我对它的使用感之中的好感 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我不喜欢的地方 非常非常小 非常非常便携 然后录视频也非常方便 因为它直接在屏幕上 点击一下就可以录下来了 而且我很喜欢它照出来的照片 因为这个相机很重大的一个功能 重大的功能就是有美颜功效 照出来的照片它的皮肤就会看起来好一点 也就是很多人就说我皮肤非常非常好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相机有一定的美颜功效 不管是照片还是录视频都会有一点美颜的功效 反正这一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可以直接跟你的手机上 你手机上下载一个软件 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相机连着你的手机 就可以把照片上的 就可以把相机上的不管是照片还是视频 都可以从相机直接转到手机上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软件叫什么 那个软件叫 camera叫什么来着 叫camera window 我下的是这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你照片上 就是相机上照的照片以及传过来 也可以就是远程录视远程照相 就是你把相机放在一个地方 然后你用手机和相机连在一起 你就可以点击 你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你的相机所能录下来的 就好像不能录像吧 所能看到的东西 然后你点击一下照 在你手机上去照这个照片 说完好的地方呢 就跟大家说一下不好的地方 我现在已经换了一个新相机 我换它的原因就是因为 它录视频录得很清楚 但是不是高清 不是特别特别清楚 所以我想要一个更清楚的 就是相机 接下来就是它在低光 就是我之前在我上一个视频也说过 它在低光情况下 就是low light situation的时候 照的就是很暗 它不会去智能补光 比如说如果我的屋子就是所有灯光全部都 什么门窗全部紧闭 只开一盏灯的话 用这个相机可能就是脸会就会 整个画面就非常非常的暗 就是照的不清楚 我现在这个相机 Canon G7X的话 它会什么智能补光 所以哪怕有一盏 就是一个灯泡的话 它也会让你整个画面看起来比较亮 大家有一点就是它虽然是触屏 但是它那个聚焦稍微有一点慢 就像我现在用这个相机 G7X 它聚焦非常非常快 这个聚焦稍微有点慢 但是问题也不大 用了两款相机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它的电池 不是很持久 因为它这个电池 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电池有多小 这个电池只有这么小 一般应该是它的三倍或者两倍 因为它的电池很小 所以它的寿命就是 你用一会儿可能就没电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它的电池不太耐用 不仅是现在我用的相机 而且就是我现在用的相机 有同一个问题就是 你如果录视频超过五分钟的话 就不能再从相机直接转到手机 可能只能从相机转到电脑上 应该是有个实现 反正就是我之前就是录视频 就是不能一直不停的去录 必须录五分钟停一次 或者是录一两分钟停一次 这样才能直接从相机转到手机上 但是总体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价格以及性价比 都比较适合就是你刚开始 有自己的频道 或者是一个初学者 比较适合初学者 我也不建议初学者去刚开始录视频 就买个很好很老 很好很好的相机 如果你刚开始就想录视频 就简单一个 非常一个简单 非常一个 一个非 如果你想要一个非常简单 非常适合你 就是适合初学者的相机的话 我还是比较推荐 Canon PowerShot N2 接下来想给大家说一下 我平常是如何剪辑视频的 非常非常非常简单 我的相机录下来 点开那个app 从就是把相机和手机连一下 然后就是把录下来的视频传到手机上 然后我从来没有用过电脑去编辑我的视频 我全部都是用手机的 然后我用的那个软件叫 Qt Cut Pro 软件叫Qt Cut 但是它是那种免费的试用期 所以我套就是30块钱或者是5美金 买了一个Qt Cut Pro 就是一个专业的 更升级的一款 剪辑视频的软件 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就是我上一个视频 我觉得就是这样不好去教大家 如何就是去真正的编辑自己的视频 但是这个 所有我编辑的方式全都是自己琢磨出来的 所以很简单很简单 如果我可以做到的话 你一定也可以做到 所有视频的话 只用过这一个软件 叫Qt Cut Pro 我之前也用过iMovie 但是我更喜欢Qt Cut Pro 它可能要比iMovie手机版更专业 这个功能还是挺多的 可以插入视频 插入图片 插入音乐 打字什么都没问题的 所以就是我比较喜欢用手机去剪辑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上一个视频吧 嗨 大家好 我是Emma 今天想给大家录一个美妆视频 我感觉很久没有录过美妆视频了 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外面录一些生活日记 所以你感兴趣的话 你没有看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去点开我的频道 就会有很多很多我在美国的生活日记 所以呢 我就是编辑 编辑 所以我编辑视频 录视频就是非常非常简单 之前就是用那个相机录 传到手机上 再用手机剪辑再上传 如果你很有才的话 你不需要相机 你只有你的手机 前置摄像头就可以录一个很好的视频 所以就是如果你是真正很想很想很想 把视频做得特别特别好的话 你再去花钱去买一个新相机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优酷 关注我的微博 关注我的instagram 然后如果你们想说英语的话 可以去加入我的英语的一个微信 我会打到屏幕上 记得了解那个微信课的话 可以在我的微博置顶 置顶的微博上 找到看到那些图片 所以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and I'll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 bye 然后也会看非常非常多其他的模组 我要说的话 我真的说完 因为我关注了 大概至少有100个人 100个youtube上的美妆博主 因为